小狗在收攤的市場安穩睡覺 突然一台藍色轎車緩緩開進來 停了兩秒 油門一踩直接撵了過去 狗狗當場翻滾兩圈 痛得跳起來快速逃離現場 這起事件發生在二十號晚上九點多 宜蘭的一堅果菜批發市場 自主氣氛自己養了快九年的愛犬 被人惡意撵過 凌晨兩點準備開工時 發現狗狗已經不致身亡 而這隻名叫蝦米的小狗 在果菜市場相當受歡迎 父親攤商得知消息 也都相當氣憤與不捨 早上才被撞到 所有機器要跑到桌子下面去躲起來 然後早上我們來三點上班的時候 就看到死在那邊 你看車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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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車 動靈體 國的腰部好像是 好像是 他會說看不到 他會說我還沒看 很難看 看到的老婆山 大家都不錯 大家有吃的都會想到他 他上表示蝦米平時真的非常乖 不吵不鬧甚至會幫忙看貨 這回被轎車惡意撵過 當時車主也找來太太到果菜市場 向似足道歉 那停了一下那個是因為我們在看 上面的牌子是幾號跟什麼名字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看到地上有狗 如果有的話我們絕對絕對不會撵過去的 真的非常抱歉 教室的太太表示當時到果菜市場送貨 但是因為市場裡很黑沒有燈 再加上不熟悉攤上位子 因此才會不小心撵過小狗 但是事發之後也有下車回頭找狗 這是再多的道歉蝦米都回不來 最愛的主人身邊 三兄黃國日常識台 伊蘭桑報導 我愛你